当然,虽然广州恒大正在急速地对球队进行新老交替,但是有新人到来,就必然遇试着,对了老球员离开球队,而曾正就是离开广州恒大的老球员之一。 目前,曾正已经转会到了广州富丽,在加盟富丽之后,相信凭借着曾正的实力,他很可能将在广州富丽迎来更多的机会。 在2018后季的中差联赛中,曾正为广州恒大仅仅出场了14次,其中有14次首发,虽然已经离开广州恒大队,但是曾正却也没有离开广州,毕竟他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多年。 富丽于曾正,相信很多旧迷都不会陌生,从六次开始,曾正就开始接触族球,而凭借着自己对续的族球天赋和对于族球的喜爱。 曾正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当地有名的南京绿小学皮球。 要知道这所小学意义出了很多音秀的球星 包括刘建 郑龙 网友迫广球员 都是从这个小学中逐渐成为了职业球员 2007年 邹正成功地进入到了青岛中能一线队 还在这一年 邹正也是迎来了自己在中叉联赛中的首秀机会 在首秀比赛中 邹正表现出色 随后几年 邹正逐渐成为了青岛中能对铁打不动的主力 而凭借着自己游戏的表现 邹正也是赢得了广州恒大的心爱 最终在2014年 邹正成功地加盟了广州恒大 还在加盟恒大初期 邹正迅速地获得了主力位置 就在邹正逐渐获得了广州恒大球鱼 以及教练的信任的时候 在2015年实际杯比赛中 邹正却在比赛中出现了严重的伤病 当时他的腿部出现了严重的骨折 而这次伤病直接让邹正远离碎场缠达五年 而他也失去了在广州恒大队内的主力位置 对恒大背腿的情况 也赢得了球队上下的尊重 在广州恒大的比赛中 把利尼奥就曾经在进球之后 拖向球运向邹正接近 不过在为恒大背腿之后 邹正失去了在球队中出场的机会 虽然这几年邹正都有离开球队的机会 但是他却都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继续留在恒大效力 从中可以看出邹正对于恒大的感情十分之深 邹正不仅仅在球场上非常出色 在场外的生活同样非常幸福 前不久 邹正和自己相恋多年的欺负 正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而他也和自己的妻子 在广州正是安家 虽然已经离开了广州恒大 但是邹正对于球队的感情 却已经没有变 对于很多广州恒大的球迷来说 哈勒应该可以在广州看到邹正的身影 对于这位天赋出动 且曾经为广州恒大断腿的球员 球迷能怎么看呢 在广州复立 邹正能够重新证明自己的实力 并且找回虚异状态呢